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只有最坚韧的植物 才能在生命禁区争得一线生机 红柳是植物界极限挑战的高手 他们将根系扎入十几米深的地下 汲取水分和养分 这些建状的根部成了另一种植物的生长基地 肉葱蓉 被称为沙漠人参 即使是在最严酷的地方 大自然也仍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宝藏 这是从昆仑山上流下来的冰川水 流进这片戈壁滩 直接就流进我们农场了 因为它是一手优质水源 所以没有重金属农产等污染 加上我们不断改良土壤 使得这里的肉葱蓉 有效成分 中果菊干达到了8%到15% 这片雪山和沙漠的交界地带 是这种大漠奇珍最宜居的家 只有天选之地才能激发植物最原始的生命力 这是纽翠来的自然之道 为了不辜负植物的天赋 80多年来 卡尔洪帮的继承者们始终步履不息 植物是有记忆的 气候 土壤 光照 水分 都会沉湿地反映到它的品质上 所以我们只选择最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 只有这样食物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地球令一端的纽翠来培塔可农场 也是人与自然合作的典范 虽与火山为零 这里的人们却感到幸运 因为火山灰滋养了肥沫的土地 只要向土地倾注自己的热情与心血 就能换来自然的抚恤和犒赏 这是植物对我们的承诺 全球的纽翠来有机农场 都遵循一套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 这是我们与植物之间的契约 植素流程 能吃饱原料 从种子到成品 都自然纯净 值得信赖 这是我们一直在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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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整个中宁都在征兆熟练地采摘工人 新鲜的枸西子饱含之意 最是娇嫩 我老家就是中宁县的 小时候家门口种的就有枸杞圆 那时候地里上的都是农家粉 种出来的枸杞特别的干淺 所以我们就是想用最原始的方法 找回记忆里小时候的味道 很甜 这种鲜甜的果子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虫害 使用创新的微生物菌剂 能够选择性地灭杀害虫 保护异虫 那么一棵树上如果留有三到五只瓢虫 它们就会自己去消灭亚虫 通过这样生物防治的方式 我们的枸杞呢 五百七十项龙材检测 全部能够达标 我们每年书家的时候都把小朋友 领到家里面去植狗鸟子 因为这个狗鸟子没有打猫 里面还牵得很 小朋友特别爱吃 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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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还比植的多 任何科技手段 都是为更好的释放大自然本来的能量 而不是五逆四然 这是纽翠来的可持续之道 走了啊 我看前一位啊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 它们在河之洲温柔了亿万年的时光 好了 你看 这边是野生的品种 你看这花基本上快没了吧 再看这边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今年新选育的一个品种 你看这长势 中国人认知栽培荷花 至少已有七千年的历史 然而在董高强博士看来 探索才刚刚开始 就说这两个材料吧 初一看 从叶片的形状 植株的长势 甚至花的构型 基本上完全一致 但是我们的研究要发现 这个材料的品种 比这个材料 它的花色干含量就高很多 而我这边有六百多个钢 初一看可能基本上差别不大 但是我这里呢 其实是收集了全球三百多个大类品种 每一个都非常不一样 没有好的品种 没有好的品种就没有好的食物 更谈不上好的营养 为了选出最好的原料 牛崔来对品种的研究 一向追求极致 每一个品种都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遗传密码 只有建立较大较全的品种资源库 才能更深入地研究这类植物的特性 在现代植物研究过程中 谁掌握了较大的品种资源库 谁就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核心科技 荷花 蓝莓 西兰花 菊花 牛崔来的科学家们 在现代植物研究的领域 攀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菊花的基因组比我们人类的基因组 更加复杂 那几乎没有企业敢于挑战 那最后我们是全球第一家 完成菊花全基因组测序的机构 那现在数据无偿地对世界开放 如果卡尔洪邦先生能看到今天的这一幕 一定很欣慰 他相信植物中还有成千上万种 对人体有益的重要元素 他称呼这些不明物质为辅助植物因子 今天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认的名字 植物营养素 植物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用科学和他们对话 破译他们的密码 纽村来对世界的认知 一开始就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宏大境界中 我们探索每一棵植物精密又充满弹性的生命系统 以复杂应对复杂 以体系应照体系 与自然达成完美平衡 相信植物的力量 相信自然的力量 因为在最深处 我们相信 相信的力量